在我们国家的有效的反攻策略下面 病死率已经非常低 但是改变不了病毒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病毒的变异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极快的一个传播速度 所以有人会问 那病毒的变异带来的速度逃避我们的疫苗 逃避我们的免疫屏障 会不会到了快得了像闪电一样快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到这里只要我跟你见过一面 有必备感了 空间交叉也会被感染 其实所有的自然界都有自己的进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自然界的生物有自己的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今天的病毒变异逐渐的进入了一个稳定期 所以最近大家发现到了奥米克隆以后 我们所有的毒株再出现变异 但是它一直维持在奥米克隆的这个家族里面 不再跳出去 而且彼此之间对我们人类造成的损害 也在逐渐的降低 所以病毒变异逐渐进入稳定期 是所有的病毒变异最终在全球稳定性的生存以后的统一的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在艾滋病当中也是如此 在流感当中的亚型 其实很多时候的变化也是如此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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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